各位朋友大家好,我開這個頻道的主要目的是 想和大家探討民間力量反抗專制暴政 推進中國民主憲政的方法問題,道路問題 所以這個頻道的第一個節目就是講街頭革命 顏色革命的戰略,其中有一個重要的觀點 就是當全民上街之後,中共現在的習近平政權 他是沒有能力來調動軍隊對人民進行屠殺的 我現在再一次向大家推薦這個視頻 雖然聲音有點小,但是戴上耳機還是能聽清楚的 我覺得在這個視頻裡面,我把主要的道理已經講清楚了 如果是哪位朋友在這方面對我的這個觀點 對這個理論還有任何疑問,希望大家提出來 我們做進一步的探討,那麼今天我就想來解決另外一個問題 既然中共不可能動用軍隊,動用殺傷性的武器 來鎮壓大規模的鎮壓民眾,那麼他們平時 是用什麼樣的暴力機制來鎮壓民間的反抗 來鎮壓這些群體性事件,來鎮壓街頭運動的呢? 他們是運用的警察和武警,運用的這個低殺傷性的 或者是非殺傷性的這些武器來鎮壓的 這裡面就有意思了,既然是非殺傷性,低殺傷性的武器 比如說像盾牌啊,頭盔啊,像井棍啊,像催淚瓦斯啊 像高壓水龍頭啊這樣的一些武器 那麼我們老百姓在這樣一場對抗當中 低烈度的對抗當中,我們是可以贏的 為什麼我們過去總是輸呢?即使是在冷兵器時代 官兵他們有殺傷性的武器時代 老百姓都可以能夠組織起異軍能夠跟官兵抗衡的 能夠最後把他們打敗的 既然現在的他們不能夠運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 只能運用低烈度低殺傷性武器的情況下 我們是可以跟他們進行街頭博弈,我們是可以取勝的 那今天我就想來講一講,在這樣一場街頭博弈當中 我們怎麼樣在這場衝突當中能夠取勝 能夠戰勝他們的這個暴力機制,這個低烈度的暴力機制 我們先來看一看,在官民對壘當中 雙方各有些什麼樣的優勢 在武器裝備方面,那麼他們是沒有優勢的 他們所有的武器我們民間都可以有,甚至是比他們更強 比如說他們有盾牌,我們也可以有盾牌 他們有頭盔,我們也可以找一些建築的工人用的頭盔 也可以能保護到頭部 他們有井棍,我們可以製造木棍、鐵棍 甚至是做的比他們更好 他們有催淚瓦斯,我們可以製造汽油彈 他們有巡邏車,我們也可以有汽車 我們有拖拉機,我們有各種各樣的交通工具 所以在武器方面,他們是沒有優勢的 第二個方面是組織,這方面官方他們是有優勢的 他們這些隊伍是組織比較完善的 每一次行動都有指揮者,都有不同層級的指揮體系 大家相互之間配合的都比較好 民間在這方面是比較差一些,但是可不可以加強呢? 大家可以看過去的這個群體性事件當中 組織化的程度是不高的 尤其是那些大規模的群體性事件 規模越大,組織的越差 那麼規模小的呢,比如說像烏凱恩 他們的組織程度都比較高 那麼怎麼樣能在大規模的群體性事件當中 大家增強組織性呢?也有一個辦法 那就是要靠民間的那些有心人,那些政治團隊 當大家感覺到機會已到,大變局已經正式開始的時候 大家就要全力投入來掌握街頭運動的組織的權力 領導的權力,然後把這個街頭的人群 劃分成不同的組織的層級,不同的功能的群體 那比方說這一場群體抗暴事件有一萬個人 那麼一萬個人亂轟轟的這個就不好組織 所謂組織化就是要把一個龐大的人群分成不同的板塊 每一個大的板塊下面有中的板塊 中的板塊下面有小的板塊 大隊下面有中隊,中隊下面有小隊,小隊下面還有小組 這樣一分配每一個層級都有人領導,組織化就形成了 非常簡單,關鍵是要有人有新人去做 那麼這個做的這些人呢 你必須的首先要有一個核心的團體 一個人是做不起來的,比如說一萬人裡面 你只要有十個人,大家是事先有準備的 已經組織好的這種團體 有了這樣的一個鬼影雪球的一個核心 那麼這個十個人在這一萬人烏合之中當中 我們有這個組織的優勢 我們就可以通過這十個人來 迅速的把這一萬人能夠組織起來 一旦組織建立了,那麼各個不同的板塊 大隊小隊中隊之間就可以互相配合 大家就可以形成一個共進退的一個整體 組織化程度越高 那麼這個群體他們的這個效率就越高 他們的戰鬥率就越強 所以組織這方面,這是民間抗爭力需要加強的 當還沒有形成大規模上街的這種局面的時候 那麼我們可以建立小的組織 不需要什麼正式的名頭 只要五六個七八個十來個志同道合的人聚集在一起 大家商討這些問題,大家整個待旦 今後一旦出現這個機會,我們就能夠有用武之地 就能夠發揮出自己的力量 我們過去推廣公民同城,我們過去推廣小圈子策略 就是希望民間形成無數個這樣的群體 有這樣的組織的核心存在了 那麼今後進行大規模的組織化,我們就會有基礎 這是在組織方面我們需要加強的 另外一方面就是在訓練和戰術方面 那警察和武警他們都是訓練有數的 他們是職業的鎮壓老百姓的這樣的一個暴力機器 他當然是訓練有數的,那麼我們民間反抗的 在訓練方面不可能達到他的這個程度 但是也要訓練 多一份訓練我們就多一份勝算 完全沒有訓練的人,你只要稍微給他一點點訓練 他的戰鬥力就會大為提高 只要我們有初步的訓練,再加上我們的人數優勢 那麼我們就完全有可能來擊潰 警察和武警的這個暴力機器 舉個例子來說 警察他們經常訓練的就是用這個盾牌症 來衝散遊行集會的隊伍 他們有盾牌症,那麼我們民間也可以有盾牌症 當民間人士聚集的時候,年輕力壯的人 大家運用自製的盾牌 十個人,二十個人,一百個人,兩百個人 大家聚合起來,就形成了一個正式 這個正式就可以和警察的盾牌症 能夠互相對壘 那麼一旦群體型事件,街頭運動,街頭革命開始 製造盾牌的這些年輕力壯的男子 大家就要盡快的結合起來,來進行訓練 只需要幾十分鐘兩三個小時的訓練 我們的戰鬥力就會大為提高,並不困難 同時我們還要訓練各個部分之間相互的配合 比如說要抗擊這個強徵土地,要維權 通常來講這些開發商這些政權 他們派出武警加上地痞流氓 都帶著木棍、鐵棍帶著盾牌來的 那麼我們除了有我們的盾牌症之外 我們還有我們的長棍症,我們有我們的鋤頭症 我們有我們的鐵鞘症 每一個持相同武器的這些人相互之間 我們配合起來,這樣形成一個攻擊正式 當他們來的時候我們盾牌在前面 木棍、鐵鞘在兩側 那其他的中間的人就拿起石頭、拿起磚頭 往對方的陣營裡面拋 這樣的一個組合,任何拆遷的隊伍 任何警察、任何黑社會 他們都會望風而逃,非常簡單 我們只需要做到,我們只需要有一個基本的訓練 有一個基本的戰術 加上我們的人數優勢,我們就處處都能夠贏 我們每一次都能夠贏 當然了,每一次衝突都有它的特殊性 我們沒有辦法把所有的情況都在這裡 能跟大家一一講解 我相信那些維權行動的組織者、領導者 只要接受我這個意見,運用他們自己的智慧 運用他們自己的能力 一定會把這個維權運動搞得有聲有色 一定會取得勝利 無論是大的維權運動 還是將來的整體的街頭革命 我們一定會取得勝利 謝謝,再見